哎呦聊四季,天天天不更新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義大利人對上PRO4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紅方選擇的義大利人 義大利人最大的特色是他升級時代時有這個折扣 再來就是他的寶兵是勒納奴守 勒納奴守這個單位可以對抗對方的騎兵 像是遊俠駱駝或是洛馬都有遊俠的打擊 甚至這個大象也可以 那義大利人的後期主持通常是打這個傭兵配上勒納奴守 還有自己的步兵,就是傭兵的系列 當然騎兵部分也可以打,但是他只有重裝騎士 當然很OK的是他有品種跟三級防 所以他的肉馬跟重裝騎兵系也是一個不錯的路線 基本上想打什麼路線都可以,就是有點看自己的判斷 接下來來看一下青色是選擇了PRO4人 PRO4人最大的特色是他城鎮中心的工作效率 會有一隻提升效果 那在城堡時代來說他的提升效果是最明顯的時候 因為他是隨著時代去遞增他的這個加成 工作效率的加成 那後期的PRO4人都是打一個駱駝或是遊翔 那步兵的話可能會比較弱一點,因為他只有常見兵 攻兵路線的話可以打無限攻兵 只要點下銀罐之後PRO4工兵 只要需要耗費木頭就可以使用 也不需要耗費黃金 所以後期通常都是搭配個什麼 急兵、遊俠、駱駱駝、然後奴兵 做一個搭配的 那PRO4也有一個 他還有比較特色的東西是他有大衝車 那他有大衝車的話 其實就很適合打這個步騎作戰 好,急兵配遊俠或是駱駝、遊俠、急兵 然後配充車、後面配一些垃圾、小工 都是一個不錯的後期選擇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地圖部分 地圖部分的話PRO4的金黃在右邊 果汁在後方 前期來說會過得比較好一點 後期的話可能要注意一點 是他這兩塊黃金 偏的比較右邊一點 但嚴格來說,右邊這兩塊金 還算是比較好挖的 至少不是在正面 所以PRO4來說應該不會有太大問題 這個要給分數的話 至少會給個60分幾個 因為這邊蠻好圍的 然後再加上這邊左右邊圍起來 然後下方這邊呢 再直接圍這個石頭圍到底 或是直接從這邊拉一條過來 也都可以,這邊再圍一下 所以以PRO4的這張地圖來說 他的圍法並不會太難 雖然還是看起來有點遠 但至少算是偏好文 而且圍下來之後 有很大量的資源可以使用 後面還有一個小小的木區 那接下來看一下 義大利人 義大利人的木頭 左邊這邊可以小圍一下 這邊可以圍 那這邊的話可以直接圍過來 或是直接圍出來 都是一個選擇 但如果要圍的話 也是不太好圍 這邊的話要圍非常多的資源 然後這樣子圍一下 這裡圍 然後金礦這邊 稍微用這個地方圍一下 靠著石頭圍過來 小圍的部分是這樣子 那大圍的話就要看他把圍前面 前面這邊的話 其實圍起來會比較舒服一點 那可能就要圍的 怪怪的一個 一個區域出來了 然後右邊這個地方 可能就是要直接圍到地 這個是超級大圍 那義大利人的地圖來說 是比較差一點的 但他的金礦是在後方 還算是比較好的一個結果 雖然果汁在前面 大概只有四五十分 最主要是因為金礦在後面 他會比較好過一些 而且後面還有一片木區 黃金也在後方 那他的附近還在前面 是有點小慘的 接下來我們稍微加速一下就好 看一下兩邊的封建時代會怎麼打 這邊看到波斯人三棒棒走了出來 這邊拉了一些村民 七村 繼續伐木 這邊三棒棒開打 石頭稍微拉一下 後方稍微微死 這邊也是 OK 這邊要先下個軍營 待會有可能會走工兵路線 三棒棒的話很有可能 波斯人會上裝甲步兵的升級 那就要看一下你們的挖金 這個金礦趕快挖才可以即時升級 那一打一人這時候已經補下了馬舊 總是肉馬開 而不是工兵開局 這就有趣囉 這個裝甲步兵如果升級上去就不好打 這邊是四個人挖金 看起來是確實要打裝甲步兵 轉小弓的一個做法 但是赤頭好像沒有看到對方是出馬舊 如果是馬舊開的話他可能就會升裝甲 還是有看到是不是 應該是有看到 升裝甲了 這邊升裝甲之後 後面要再補一個射箭場 才可以繼續使用黃金出黃金兵 例如出這個小弓 這裡現在幾隻槍兵 可以在家裡擋一下 因為他的果子去在貨方 把黃金在這裡 這裡果子也圍好的話 應該也不太需要槍兵 這邊圍得非常快 完全不想給對方機會的 但是 裝甲步兵開始在繞 這邊還是下了一個射箭場 弱馬去對方再來繞 看到對方已經圍得差不多了 裝甲步兵繼續輸出 由於這邊黃金還沒有開始挖的關係 所以只能先下個毛兵 看要不要先點個一擊射 點個一擊射的話 增加一下射程跟傷害 有100肉 點一下 一擊射補像 那這邊要找個機會 去開一下金礦比較好 但他這邊的做法 是選擇了先開肉 這個也不錯 因為你放個採礦人地 是需要一百木頭的 如果不先開採礦人地的話 優點就是可以多灑兩片田 這樣可以讓經濟 肉量會比對手更多一些些 所以就是一個細節上的差異 好 那兩隻刺猴就去探 但是沒有出更多刺猴 單純就是來騷擾 但是這邊有抓到兩村是不是 喔 三隻刺猴抓到兩村 還是更多啊 四村是不是 他打的有點多 好 看到上方這邊走了進來 這裡挖金礦被看到 但是也沒關係 這已經圍得差不多了 波斯加里喔 居然自己出事了 損失了四隻村民 現在村民差距被打出來 波斯有點劣勢 這個裝甲步兵也沒做到什麼事情 前期控兵 跟義大利人喔 這邊是蠻優勢的 這邊是蠻優勢的 好 這邊想來插箭塔 但是村民就在旁邊 可以瞬間拿村民來擊破 這根箭塔應該是插不起來 還有可能會被直接解掉 哇 波斯人果然沒有取消喔 這個石頭直接浪費掉了 這邊村民直接爆打一波 毛兵全部互打 這邊義大利人喔 也可以考慮去按個槍兵喔 或者就去按工兵出來 雖然這邊他很想要點城堡時代喔 這邊是支援量是可以點的 但現在大戰當中喔 只要能換掉這邊所有的波斯村民喔 是非常賺的一件事喔 好 可以再殺個兩村沒有問題 波斯這邊損失非常多的村民喔 損失五村以上 這個待會再繼續打下去不得了 好 這邊繼續玩架 繼續打架繼續打架 好 這邊打一打結果 一打一人點下城堡時代 現在沒有足夠多的資源喔 可以來對付這邊的村民 但我覺得這邊只要繼續按工兵喔 對方還是會被逼退的 這裡可以再補一個槍兵 可以對我再補 好 往軍營的方向拉走 細節打好打滿 繼續做一個拉扯 好 公兵再繼續出來 這個還想硬插嗎 這個太陰藥了吧 這邊再繼續拉村民 這裡有公兵喔 有公兵在的關係 所以還是能打到 蓋箭塔的村民喔 這個箭塔一定要再被迫取消 波斯有點很陰藥喔 哇 又死一村 村民差距來到六村了 而且波斯還沒有點下城堡時代啊 這裡看起來 波斯有點走遠喔 看一下 前期損失 大約六村左右 這個兩邊的村民差距差六村 哇 越差越多了 七村 十一減四 七村 差距七村的距離 波斯能追得到嗎 波斯出了差七村之外 這個城鎮中心 delay也是蠻久的 大概有快三分鐘沒有在運作 這感覺是 是我就想投了 波斯這邊選擇繼續遊戲喔 左邊這邊補下一個箭塔 繼續做一個騷擾 這邊有圍石 應該是還行 這邊是小圍圍過來而已 哇 這邊沒有圍石的關係 刺頭還是溜了進來 這波進來沒有關係 反正騎士也快好了 這邊刺頭能夠殺到一村嗎 可以 這邊圍的速度還是很快 看來是有點難 打到村民 走出來的村民被追殺 這裡趕快收村 用城市中心補下傷害 這裡已經不管了 會不會吃到城市中心的傷害了 因為這邊已經維持了狀況 是能逃出去的 哇 結果這裡有一隻村民沒有控好 也送掉了 這隻騎士只要衝過來 硬抓 應該是可以抓到這隻騎士的 騎士要一打三了嗎 但後面有箭塔 箭塔慢慢輸出有沒有機會呢 看一下這邊 三刺猴 加上後面箭塔的傷害 殘血 雖然收掉了一隻刺頭還不錯 然後後方的弓兵已經準備來到了波斯加里 波斯加已經準備好了 多出差的箭塔 這些箭塔可以有效幫忙 這個波斯加里的防守 現在由於是封劍打城堡的關係 所以波斯一定要先狗一下 趕快存一下肉 然後趕快去點下城堡Style 才可以追上義大利人 當然義大利這邊也是 城堡中心有delay一下 來到2分2 村民差距沒那麼誇張 而且波斯這邊村民反而是反超的 當然因為這邊反超 也是因為波斯還沒點城堡Style 的關係 村民反而就會被反超 好像正常 但剛剛有些村民也是被波斯給收掉 所以目前結果來看 波斯來說還是有機會的 雖然現在時代是落後 但是待會升到Style 這個城鎮中心的工作效率 更好的時候 還是有可以逆轉機會的 這邊存置一隻赤猴 回來救一下 這邊要直接下箭塔了嗎 直接駐守在箭塔旁邊 想要斷波斯的木頭 這邊其實打得還不錯 這邊就要看要不要直接用石頭硬上了 好 騎士第一時間被石頭包夾打死 後方的石頭繼續補了過來 直接收掉義大利這邊所有的工兵 哇 波斯這一把打得很不錯 讓義大利人損失所有的軍事單位了 只剩下少量的單位 四隻公兵 五隻公兵加一隻騎士 這個壓力變得非常小 這隻騎士還殘血了 那這樣有劍塔的地區 這個騎士就做不到任何的騷擾了 我覺得這一把波斯打得很漂亮 即時前期的強壓失敗了 但至少還是有打出自己的身價 稍微加速一下下 那義大利人這邊趕快升到城堡時代之後 可能趕快去挖石頭 再買一百石頭把城堡東西開這裡 待會可以繼續來挖這邊的木頭 或是挖石頭 開弄都可以 既然蓋出地洞城堡 去轉出自己的勒納奴手會比較好一些 當然這個時間點繼續出工兵也是可以的 好 這裡補下更多的城堡中心 第三個 果然卡在石頭區 這邊看到工兵鎧甲已經升級了 波斯這邊轉出了青騎兵跟 二級馬鎧 這邊防禦也是升得蠻快的 那先看青騎兵可能是想要防對方出生旅 或是想要來搶聖物 所以待會應該會先補個修道院 然後趕快來用這個青騎兵 去搶多聖物 喔 這邊升青騎兵是因為吃我出太多 不好意思 我忘記了 他前面剛剛出了蠻多的 好 升青騎兵之後有二防 抗建篪的利益還不錯 這個城堡能蓋起來嗎 結果波斯反而是來主動蓋城堡的那一方 那由於現在的城堡中心已經落後了 如果這裡不傷到對手經濟 波斯是完全沒有機會可以打贏的 好 這邊下一棟城堡 控一下義大利的石頭 好 這邊直接做一個包夾 攻兵沒有退路可以走 直接損失了一些奴兵的數量 好 如果這邊是熱納爾弩手的話 這一堆刺頭就可以瘦子輕輕鬆鬆 但是不太可能 這個時間點前期打成這樣子 刺頭也比較晚挖 要出熱納爾弩手也是蠻困難的 好 這邊終於解掉這一坨刺頭的傷害 這坨刺頭解完之後 正面有補下第二棟的木門 但城堡已經蓋好 這邊可以考慮出衝車 直接先頂掉這些馬舅瓦射箭場 這邊再開一個路進去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畢竟這個範圍內有這個城堡防守 衝車不會被輕易的村民給拆掉 這邊我覺得出衝車就可以了 衝車拿著再配一台托子車 後面開始衝撞後方的經濟 好 這裡補下一棟城堡 這個城堡待會可以殘出熱納爾弩手 應該就會稍微擋住波士的攻勢 目前雙名差距是 有一大藝人80吋領先 波士人60吋 這邊按了兩台衝車 開點 這邊補下了二級伐木 波士人二級伐木有點 但義大利人這裡沒有點 這一棟城堡出來 熱納爾弩手就會很難打 如果可以的話 這邊可以再插一座城堡 直接再插爆兩座城堡中心 如果這一棟城堡再插起來 波士可能就會讓 義大利人馬上GG了 但這邊沒有繼續挖石頭 稍微有點小小的可惜 這個如果石頭繼續挖 說不定就會非常有威設立 好 這邊直接騎士 進去爆個一波 開始屠殺裡面的村民 兩台衝車繼續頂 這邊變成三台 三台拆城堡中心速度很快 好 熱納爾弩手終於出來了 但數量現在還不夠多 但打騎士已經有一定的傷害力了 少量的幾隻熱納爾弩手 打騎士就很痛了 好 義大利人這邊要找個機會 補一下惡防 或是再按一些長槍兵 出來擋一下 只靠熱納爾弩手 其實還是蠻難抵抗 這個騎士的正面的傷害 好 騎士再度上來硬輸出 好 倫耐弩手 極力反擊 應該是有機會活下來 OK 又活了一隻 好 村民解掉了衝車 這一波波斯打得有點成功了 雖然自己衝車會解掉 但至少經濟差距有點拉近了 好 倫耐弩手繼續按 好 城鎮中心只剩一座 這時候波斯居然轉手 轉攻為手 這邊錢壓完之後 開下了自己的城鎮中心 好 上方騎士有繼續處 好 這邊開始轉投石車 因為看到惡耐弩手的話 衝車是沒辦法解的 好 右方也補一棟城鎮中心 好 開始把自己的經濟擴張出去了 好 這邊應該 不過再繼續出兵開打 好 這邊肉量其實蠻充足的 好 點下二級農 好 帶一人趁機點下了二級伐木 待會農田可能要再繼續灑多一點 好 手採一發 哎呀 砸死了一村 好 這邊換一下 哎唷 殘血 衝車要直接硬拆了嗎 OK 三台投車給一大一人壓力非常巨大 但我覺得這個投車可以不用這麼努力一直往前喔 哇 這邊想要隔開對方騎士 但沒有隔成功 投石車還是被打掉 哇 這個投車還在砸 這邊操作秀的還不錯 衝車可能趕快再砸一發就搞定 對 好 接下來只要搞定東西 就只有投石車而已了 好 偷打第一 稍微躲一下 好 砸一發可以換掉 沒問題 意大利人在補下的帝王時代 帝王時代的價格非常便宜 右邊少量村民也是被抓 但是這時候 波羅斯的村民已經反超意大利人了 現在是90人口對上100人口 波羅斯人的工作效率 城鎮中心的工作效率的感覺 體現出來了 非常有感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會拉這些村民去前線 拖挖他的石頭 然後再繼續把城堡插出去 當然這邊有可能是想到 對方有可能 這個熱奈亞奴手會繼續 情壓過來 所以就不太敢去挖這個石頭 那如果真的害怕的話 可以在這邊再補一根箭塔 然後再開始挖石頭 盡可能去防住對方的騷擾 然後拖著車在這邊徘徊 然後開始弄 然後出少量的騎士 一直去邊邊角角開始騷擾 這是一個比較適合的打法 你看這個騎士也是 放的位置都不錯的 都有把這個 對方可能會弄的位置 封鎖住起來 好 我們繼續加速一下 看看一下帝王時代 兩邊會怎麼打 那這邊帝王力一好 義大利人可以先按幾台巨頭 先出來反制一下 好 城鎮中心 看起來直接被解光 義大利人 剩下兩座 城鎮中心 後面補的 原本的三座都沒了 好 那義大利人 補一下三級射 還有化學 勒納 奴手 還有再出 先按了一台巨頭 後面騎士騷擾 用森鎘來解掉 應該沒問題 這要自滴了嗎 沒有自滴 讓對方直接硬生生招手 哇 怎麼弄多人們在工作 好 這裡補下一個拇指環 波斯人的帝王世代也快好了 哇 波斯人這邊打的是一把五十村戰術 然後右邊來一個雙寶 那個雙寶蓋得還不錯 雖然不是最前線 那看到雙寶我就想說他會不會來按 這個波斯戰相 但波斯戰相來說 對上熱納爾弩手好像也沒辦法打 這邊直接轉重裝騎士 甚至升級有效 可能會更好一點 然後後面再補一些戰毛兵 或者是 無限免費小弓 不用黃金的小弓去跟對方硬換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再合一點的話就是出中頭 然後大衝車直接硬拆 好 這邊升級的衝車 看起來衝車路線是比較適合 波斯人現在的想法 好 騎士這邊再度騷擾了進來 村民處下降之剩101吋 現在是103吋 最上168吋 村民差距非常誇張 經濟越來越好 好 這裡補下了一個帝王時代 三級攻 好 待會 波斯這邊看要不要去省一下弓兵 波斯弓兵也是蠻好用的 好 義大利這裡補下巨盾 巨盾補完之後 防御就會有明顯提升喔 進防各加一 好 騎士再度衝到裡面騷擾 好 頭子車高地躲一下 那右邊這兩個建築物也是拆掉了 三巨頭慢慢走出來 遊俠還有一分鐘 波斯這裡遊俠能夠打得贏勒納儒守嗎 這邊衝車直接印都更 後面四巨頭硬拆 直接拆掉了波斯人的城堡 哇 是義大利人城堡 講錯講錯 義大利人這邊城堡直接損失掉了 也來不及delete了 這個資源並沒有回收起來 大衝車吸收熱納儒守傷害 效果非常的卓越 這邊還要繼續出大衝車喔 還有再出 人口還是兩百人口 所以這邊可能需要損失一些村民 置低村民一下 然後轉出更多的軍事單位 才比較OK一些 好 這邊騎士 終於升級到遊俠 直接跟熱納儒守開砍 義大利這時候補下了輪走技術 好 手推車載隊 手推車跟平走 但是後方的遊俠打得非常痛 但是正面義大利人 開始往前推進了 這邊軍警投司機 要高地再繼續架起來嗎 好 從車出來 想要去頂後方的投司車 這一根城堡取消掉 還是往前 好 直接拆掉 後面遊俠想要後面包抄嗎 來 熱納儒守現在一發集火 可以收掉一隻遊俠 有點危險 好 一大利人這邊來到36隻熱納儒守 但是波斯這邊衝車越來越多了 五台衝車 左邊石頭也被挖 結果一大利人這邊打出了GG 村民差距來到越來越多 這邊損失太多村民了 村民是差距73村打156村 哇 那這一場沒有想到波斯前期損失了這麼多村民 後期還可以打回來 甚至村民反超 後期的這個城鎮中心的效率實在是太好了 五個城鎮中心 讓波斯的工作效率直接打到了頂峰 經濟甚至反超了回去 那遊俠一出來之後 雖然正面有點打不太贏 但是後續只要轉出更多的經濟單位 例如出波斯公兵 或是戰毛兵也可以 或是投資車 都可以盡情的打擊對方意大利的勒納奴手 所以玩勒納奴手的時候 也是要注重自己的經濟 然後還要搭配一些近戰單位 例如傭兵之類的單位 去拆對方的工程器 會比較好一點 甚至當成洛盾也可以 所以盡量不要只打這個單一兵種 那我們在之前比賽有看到 意大利人都是比較適合配重裝長槍兵的 因為沒有擊兵的關係 配一些槍兵 然後加上勒納奴手 然後自己再出些大落馬 去後排騷擾 或是出些傭兵到後排打 都可以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有波斯人拿下了食物的勝利 幾乎贏了兩倍 黃金則是贏了六千 石頭也是贏了兩千 贏的資源都非常多 明明前期輸得非常慘 你看這個線條 差距是有點被壓制住的 但是到了後期 直接起戰 這跟台股的走勢有點像 來這個 這個是什麼 疫情大崩跌 然後突然一個急拉 經濟直接起飛 這個有點 真的有點像 然後後面又突然慢慢跌下來 然後後面又開始起漲 波斯人 玩起來 就是 就是該有這種曲線 這個經濟都要急拉才是正常 因為這個城鎮工作效率太好 村民實在太多 經濟自然就會非常好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記得幫我下個月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